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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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你跟那日本漫画不同吧 小儿书 是这样的 小 它是一个画底下有文字 一个画底下有文字 不像现在后来我看日本漫画是直接就设计对白 打你就是那样的嘛 我现在还挺喜欢看那种小儿书 有的时候会去旧货市场搜集各种 比如说那个还有世界民族什么复活 对 他都画了 我有 我可以借给你看 魔方大厦 那个特别好看 你也觉得那个好看 好看 咱看看咱这老夫子成什么样了 快出来了 快出来了 好 现在就像这就是擦眼睛 眼睛 这就是点睛 他这个漫画的笔法就是简洁 这就是一个老夫子的形象 咱们看看 这个是正版原创原版 就在强强三人形里当成 哎呦 真生动的 你看电视上 比这么看还像个人 真有意思 天涯送给你吧 太高兴了 这很好的纪念品 一会儿能要签名 那你这个小漫画迷跟王老师 你想跟他交流些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不好的是受日本的影响太大了 因为当时看的比如说租书的地方 整个屋子全是日本漫画 基本上没什么选择 所以像老夫子这种就是比较少的 所以特别特别喜欢 刚才我记得刚刚拿来那个书 我就一直在看 别人拿走了 我还特不高兴 所以你说这老夫子画了这么多年 现在等于也面临很多冲击 就像他说日本漫画 还有西方的这个漫画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目前漫画的局势怎么看 我觉得漫画局势大好 而且越来越好 市场都打开了 但是老夫子会不会显得垂垂老矣呢 不会 我跟你说很多人都在怀疑这个东西 第一就是说他的造型 他的样子 他已经几十年了在市面上 我反正都感觉到这个已经有点老了 今天日本漫画冲击很大 为什么我感觉很好 这漫画一样全部都打开了 其实日本漫画也没有什么不好 其实日本漫画有很多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漫画 照你这行家的角度看 你觉得这个日本漫画优胜在什么地方呢 日本漫画题材各式各样 各种的故事 从这个神怪的到这个现实的故事 甚至说连一个一个小护士的故事 它都存在 甚至连色情的故事都存在 色情 色情故事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表现 田园都看呢 妈妈在吗 没关系 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吧 有一段时间流行看色情的漫画 我们叫它HD 小到什么小 高中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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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那个老师收了 然后一看都惊了 就不知道怎么批评我们了 就突然愣住了这种 我觉得当时就是班上就特别流传 然后很少可能一个租出的地方 女同学也流传的 全班流传 因为很少 可能一个班只流传一本 然后这个看完了 你们是不是把那个当成性教育来看的 就是很好奇 但是我后来去了日本之后 我发现这个在日本很普遍 比如说像日本的一个任何一个便利店 都有一个小的角落 卖杂志跟漫画 可能你拿起来随便一看 80%就是这种色情的漫画 而且比如说你去拉面馆 往那一坐那个等候的那个位置上 就有放着几本这样的色情漫画 还有地铁上啊 经常人看完了就认了的都是这种 但是可能当时在中国因为知道的很少嘛 就觉得很新奇 你说这为什么 因为你看我小时候 就是看这个我们叫小人书 连环画 那个时候是太痴迷了 可是成年以后 的确跟这个东西就有很多年绝缘了 可是你看你不要说日本 在香港 香港就受日本漫画影响很大 在香港很多打西装白领在地铁里 你一看这一溜过去 全是在看漫画 你说这个东西它给人带来了 给成年人带来了是什么 漫画是方便 漫画是方便 它这个素本不大 你可以放在口袋里或者说在日本来说的话 在他们这个地铁里边看完就就扔在那边 那下个人上上车接手再看 这样的 对 那色情漫画对于社会上的影响是什么 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去去评估的 也去去去说的 但是日本这个这个色情漫画 反而是漫画里边最稳定的一种 这也是销量稳定 对销量稳定 长盛不衰 对 它是社会的一种的一个现象 那我想是说 无论是对年轻人 他产生某种的好奇的一个感觉 其实对成年人来说的话 他还是想知道一下子 那就是说人家是怎么回事 那不简单 你还不是说 因为他会必须通过漫画这么一种体裁 即便是说色情的 我觉得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个趣味的东西 这个就很有意思 你看就是平面的 干干净净的小人 就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不像你去看那个录像带或者什么 他是真的人 这个是被漫画家 他其实加工过的挺主观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 对啊 他总有变形的 对 变形 夸张 我对漫画 非常狭义的一个了解 就往往就是说 漫画它总是要夸张的 要不然就不叫漫画 再有一个狭义的理解 就是过去我们认为漫画是讽刺与幽默 这东西得逗乐 如果不逗乐 也不能叫漫画 你觉得这些概念是不是现在都不局限于此了呢 对 其实的漫画 在某这个传统漫画来说的话 它好像是限于在这个讽刺 那无论是政治讽刺 或者社会讽刺 或者说社会的阶级讽刺 有钱 这个穷人之类的 其实当然在这种漫画来说的话 早在一百多年前 都是从伦敦开始 那伦敦以前的第一 就是说世界上第一本漫画书 叫Punch 那Punch在一百多年前 就开始流行到 甚至说到亚洲的话 到了日本 那后来也到了中国 差不多一百年 那在那本漫画书来说的话 里边有很多漫画家的漫画 大体来说是讽刺 欧洲的传统社会 那里边有钱人 有穷人 或者说有地位 或者是某种皇族之类的 所以大体是那种东西 所以变成最近的一百年漫画里边 吃跑出了很多这种讽刺的 但其实漫画的表现来说的话 是各式各样 什么都有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去讲到底什么是个漫画来说的话 漫画就是说有个怪人物 他早上挺奇怪 他做了怪的事情 所有的怪话 所以大家早上看了之后 好奇 或者笑也可以 哭也可以 或者暴力 或者什么其他的 或者说故事重新再讲一次 无论这个故事 也讲了多少次 但是这个漫画一表现出来又不一样 每一个漫画家画的也都不一样 同样的张飞 三国演艺 这个漫画家画了 他长大胡子 那个漫画家画画了 长得挺斯文 也都可以 每一个人的诠释不一样 其实你说 按照夸张的笔法来讲 我们小时候看的很多历史演绎的这种叫小人书 那个东西你很难叫做 它不能叫漫画 因为它这个画法 显然就是中国画画人物的那一路传统下来画的 有时候是画的很真的 画的很好的 像什么三国演艺里边一些人物 跟你们现在看这种 就是一拳打出去 火星四箭 那个还不一样 对 我觉得漫画也分很多种 像我是比较偏爱看神鬼故事 这一类的 而且我记得 其实漫画对我生活有挺大的印象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看了一本漫画 特别美 他画的是沙勒美 我就通过那个漫画才知道了王尔德 然后才去看王尔德的书 就有的时候漫画家 他其实是挺有自己的想法 他会把一些可能很经典 或者比较有思想的一些东西 用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你说的一个 甚至让我想起那个丰子凯画的那种 您看过吗 就是很多特别有味道的东西 其实他也能表达他很深的一些感慨 一些感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待会儿再画一个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王老师 你说从你的老父亲就画这个老父子 刚才田园还说喜欢老父子的怀旧 里边的女孩穿的都是喇叭裤 连衣裙 那种感觉特别好 七十年代六十年代 我觉得是特别时髦的 比如说可口可乐那么多年了 它还是那个味道 还是那样的 所以它很经典 我觉得老父子最厉害的是 那么多年了还是这样 还是被人喜欢 对 而且爸爸画改成儿子画 还被人喜欢 你认为你画的跟你爸爸的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样子是一样 他有他的感受 他有他的经验 甚至说理想 我有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跟他的理想不一样 你举个例子 说说你跟你父亲有什么不一样的 他跟我时间实在差太远了 差了几十年 在他的成长过程里边 他看见了 外国文化的冲击 你看人家外国人 所以他从中国老旧的社会里边开始成长出来 他好像看见了有跟中国文化传统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他喜欢的运动 他喜欢打球 他喜欢去打猎 他喜欢做很多很多外国人做的事情 包括他想玩音乐 玩爵士音乐 种种种种跳舞 所以你在他的漫画里边 你看得见 甚至说你看见老父子的漫画里边 除了他是一个普通人以外 他经常看着这个什么外太空的人 看飞碟 他去发明东西 发明个时光机器 所以这个东西代表了我父亲 他自己本身那个欲望 他那个理想 他恨不得他也是到了火星 到了月球上去 那么天马星空 对 其实非常天马星空 那火星你父亲都去了 到你该去哪了 你没得选择了 不说起来是 我们对外太空的理想 我们对时空的理想 比如几十年前上半年前 跟我们现在也又不一样 那当然我有我的看法 古代 现在跟未来 其实在我来看的时候 它是重叠在一起 它是一个东西 它很古代的东西 跟很外来 未来的东西 可以夹在一起 同时在发生 那这个发生是什么 这个发生是现在 所以说 我现在画的东西 是现在的东西 但我把古代的 跟未来的 加在一起 而且那个未来 是我自己理想的 那个未来 那这里包括了就是说 那如果说谈到 时髦 时装来做的话 时装很有意思 那我父亲已经画了 那个喇叭裤的东西 好像过时的 他说没过多时又回来了 而且你现在就看到 特别的新鲜 特别的新鲜 所以你这个其实涉及到 我们现在这个改革开放当中 一个问题 就很多老字号 你怎么能够流传下来 又让人家觉得 你还是那个味道 但实际上你要变化的 是 就是这个意思 田阳我问问你 你看漫画 你喜欢看哪一类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神鬼一类的 神鬼一类 神鬼故事 那么你看漫画的时候觉得 比如说它会让你有感动你的漫画吗 还是都是觉得很可乐 非常非常多 我看的漫画大部分都是不敢 就是不是逗乐的那种 比如说我之前看了一个漫画 是动漫了 不算是那个就是书本的这样的漫画 讲的就是那个光年 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去外太空 去当了一个战士 但是那个时候还可以送短讯 送了短讯要八个光年才能达到 所以就这个挺感人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老父子 我们经常看到 他是一种说不好听点 像有人就说无聊 但是这个无聊 也让人觉得很好玩 一种好玩的无聊 无聊的好玩 比如说叭唧摔一个跟头 哈哈的捂着嘴笑 那这种东西 你认同这些看法吗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当然今年的漫画有很多种 那老父子的漫画呢 从我父亲的观点来看 他说其实是这样了 不使人家摔倒了 我去笑人家 听着幸灾乐祸 他说是我摔倒了 让人家笑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情实在太不重要了 有时候你去看这个马戏团 从一个节目到另外一个节目 这很重要的节目 但串场在当中的换场地了 换人了 那一场演完了 空中飞人演完了 下场是大象 当中那几分钟 他们在准备的时候 小丑跑出来了 小丑出来干什么 他长那个怪样子 什么东西都不对劲 鞋太大 衣服太太长 脑子太重 所以他经常摔跤 他一摔跤 下本人就笑 就是说他是我自己摔跤 让人家笑 而且真的 他只是夹在当中 主要的节目的当中 不重要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我怎么那么害怕小丑 我小时候看见麦当劳叔叔 就特别害怕 是吗 对 因为可能有阴影 原来看过一个纪录片 一个连环杀人犯 就是说他平常就最喜欢扮成小丑 所以我觉得 你看 你就是属于现代社会 对你的头脑的影响 因为我看了太多漫画 有恐怖的 还有特别暴力的 我都看到过 其实漫画 现在种类也特别特别多 我觉得基本上 就像电影一样 什么类型的都有了 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觉得这个到符合 现在流行文化里头 就有这个东西 就是说 好比说你们特别流行 讲冷笑话 是不是 就是说 你说一个东西 它有什么意思呢 你好比像我们这种 众人在尖的人 往往就会问一些 不靠谱的问题 就是说 这有什么意思呢 这太无聊了吧 这有什么意义呢 你们为什么 没有意义就是它的意义 是吧 现在我觉得网上 很多东西就 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你也觉得挺好玩 这个东西真是 我觉得是一种解脱 对 过去太严重的 太沉重的意义 好像是我的每一个 一举一动都要有意义 我现在恨不得我 没有意义 行吗 我想到个小岛上 就躺着沙灿晒太阳 可以吗 是是是是 现在看来我们需要把脑子洗洗干净 回到年轻时候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从空白开始 说不能开始有我们自己的意义 有自己的意义 好 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嗯 田云儿又有问题了 对 我想问王老师 其实这个拿在手上看的漫画 跟这种动漫还是区别挺大的吧 是啊 因为今天的动画的表现已经非常大 它的商业性就是非常的高 那无论是在电视上的这种动画 或者说电影 我们光是看美国就知道 然后美国的这个动画每一年出来 再加上今天有高科技 像电脑动画 3D的 3D的 就三维式的 就是说而且越演越真 那这个又是个很大的问题 越演越真 对啊 我之前就看过一个法国的片子 叫复活 就特别极致 它是黑白的 就特别成人 里面有好多夜场啊 有枪杀啊 有各种东西 其实整个就跟一部电影完全一样 只不过它用动画的形式来表现 里面它用到了动态跟踪 就是演员的表演 和这个漫画是相结合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 现在就最近这个叫什么 三百就讲古代这个波斯 就伊朗抗议的那个那个电影 那几乎都是动漫了 那就是 这个真是对 可是啊 我周围的很多朋友 就他们都说呀 还不太喜欢看这个3D的 就特别真的 它好像还是陶醉在那种 二维平面里 那种觉得那种浪漫 有一种感情的质朴的东西在里面 对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这个矛盾 就是说你的科技 你的演技越来越高 做得简直像真的一样 反而不能满足 那就是说 它回到漫画的那种的夸张 其实是这个问题 所以变成就是说 我这里 但人长得不像人 其实过去的几年来 像的美国的Hollywood那边 包括迪士尼在内 如果他演的故事是真人的 都是真人的 而且都是很好的故事 非常感动的故事 而且实在演得太好了 但不卖座 没票房 但如果说里面都是动物啊 怪物啊 都卖座 玩具 这说明全世界人民都很无聊的 因为我就刚写了一个动画片的剧本 对 然后我写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我一定要写这个真人演不了的 要不然的话去做这个动画 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所以就一直写了一些很非啊 用真人很难表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是 你像那个有些作家都说 我写的这个书啊 没法拍电影 但是呢 可以搞动画片 就是 而且很像你们画漫画的这种 我就觉得正是因为它有些变形啊 所以老会羡慕他们那种想象力 甚至说不年人都不年轻了 但是还能够保持那样的一种童心呢 哎 漫画家的心灵是什么样呢 就像小孩一样 那我看你是有点 但是如果你不能回忽 不是像小孩一样那种 天真那种纯真 或者那种的基本 那我想画漫画变得很清楚 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 小孩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 而且动作又快 什么是漫画 漫画是单线条 在吉普之中